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桑田 来 今天咱们师徒二人好好聚一聚 坐 我今天还有公务呢 我知道 全局和你的组都在抓捕何天佑 但这不影响咱们师徒二人吃个便饭吧 算算咱们俩也有八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 上回你儿子过生日咱们俩也没心情 是啊 当这么一个局长名声好听 但是公务实在是太繁忙了 为了我们的师徒之情 干一杯 桑田 我们二人的合作应该是株连碧合呀 只要我们两个联手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我记得咱们破的第一个案子 应该是荷兰银行的金砖被盗案吧 那个妾贼好像是在浙江的山里头抓住的吧 那是一个银行的内贼 包了舞女 花销太大 所以就铤而走险 偷了银行金库里的金砖 三天 我们联手办的第二个案子 应该是三马路的碎尸案吧 丈夫在外面喝醉了酒 回去暴打了老婆 老婆一怒之下挥一刀砍死了丈夫 多成几十块啊 故人扔到了杨精邦和苏州河里 我记着那好像是一个冬天 一个船夫报了案 说他在苏州河里捞上了一只男人的手 我们赶到了现场 你争着和我第一个挑下了河里 当年你那股冲劲不得了 我记得我打捞出一个包裹之后 浑身是冻得哆嗦呀 你把你的面衣给我披上 还给我熬了姜汤 三天 熬姜汤这种小事你还记着 那当然 你是我师父 来 为了姜汤 喝一杯 咱们办的第三个案子是真经上海滩的国家沙场绑架案 国家大老板被绑了四十多年 所有赎金五十万美金啊 今天打案 我们周夜破案 可把案子一破了 作案子竟然是他的女婿 亲人之间的背叛 是啊 亲人之间的背叛 三天 说到这一点 你就不如我了 我的土地 没有背叛我 可是你看看你那个土地张义 争权夺利 居然还制造假案 张义的案子已经移交法院了 警戒的败类 墙壁是肯定的 可是他差点害我丢了饭碗 还差点吃上官司 幸亏是南京政府里的大人物帮我啊 我才躲过一劫 南京政府里的大人物帮了你 谁啊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南京 这是你师父的造谎 我会经营 警察 在内界医人何金佑 及上海敌人医院 医科医生 该伴犯有杀人 谋财投毒 何私藤腔之队 死人年龄三十八岁 身高于力气毒左右 贷人并方便 自自乎巴雷乎 自自乎巴雷乎 南京啊 我提拔张义 是想用你这个徒弟来制咒你 可你这个徒弟根本就不听我的话了 所以 好了不说了 我向你道歉 我看人看走了眼 我欠你的 这杯酒 我干了 承天 跟微微 准备结婚了吧 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 您知道吧 你师父是警察局局长 什么不知道 三天 胡薇薇的爸爸是全清一时的当朝重臣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做一个成龙快许 将来一定能够蓬城万里 宏图大战 大内师 可别忘了你的师父 怎么了 师父 我得走了 何天有一分钟不关案 上海一分钟就得不到安宁 三天 我搞了这么大一桌子菜靠了你 怎么连这个面子也不给我吗 对不起 我得走了 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呢 丧天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我们的饭碗不是自己给的 是上风给的 所以有些事情必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能太认真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给我装糊涂 这个世界上没有结不了的案子知不知道 我还是不明白 你诚心要气死我 我告诉你 要是由着你的性子来做这个局长 你一天都做不下去 我从没想过做局长 我只想把我手里的案子办好 给我装糊涂 那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 你那个何天又身后有人的推断 根本站不住 你嘲笑我的智商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个系列杀人要到何天又这儿 必须就此打住 什么一个医生为了一块钻石金表 不可能杀那么多人 这种推断根本不成立 何天又就是为了财杀的李蒙露 也是为了财杀的凤人美 更是为了财杀的那个曲表女人 那刘笑容呢 他为什么破刘笑容刘酸 为了财 还有高珊珊 他被人大听过中的打死 我目睹了何天又杀的他的过程 也是为了财吗 我是没逮着他 我要是逮着他的 他部后是谁指使的 部后的阴谋 我都知道 没有背后阴谋 哪来的背后阴谋啊 就是谋财害命 那怎么解释高珊珊的死呢 高珊珊临死前跟我说 他问我 呼不了他是不是好人 住嘴 你不想活了 你不想活了我还得活呀 你是个光棍儿 可我家里有四个老人 还有六个孩子呢 我最后一句话 忘掉高珊珊 高珊珊的案子可能是个特例 我看了你的全部材料 高珊珊和花剑泪她们有仇 巫女之间争锋之促是正常的 还有 何天佑知道自己多个名案在身 龙华行长已经为她打好了脚刑下 临死之前在拉可垫背的 这完全有可能了 好了 去吧 何天佑在现场被击毙是最完美的结局 明白吗 明白吗 子子乎 芭蕾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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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乎 芭蕾乎 芭蕾乎 怎么办情况 收获了一天了 不见何天佑的影子 芭蕾乎 你应该去看看李梦珠 前天在何天佑开枪之前 要不是她叫你的名字 我估计死的 就不止是高珊珊了 这是完美的 俩一个 子智呼芭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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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藝 Ost particip lo 没有情况 我已经订了化线泪一天一夜了 何天又杀死了郭珊珊 既然已经拿走了 但是现在她很有可能回来 再找化线泪 或者是把化线泪带走 盯紧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包美丽 现在有没有领钱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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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是 你们 是 也是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罗商天这个家伙 把小姐嗨成这样 我说钟秘书 其实你就有机会和小姐好 这样你以后也有机会成为大人物了 陆副官 什么都别说了 我现在就是希望 我们的小姐早点好起来 知道 这个何天佑倒是有点本事 那么多人都在找她 怎么也找不着 男人有了钱 喜欢去什么地方 还不是去找女人吗 如果要找女人 那应该去四马路 或者长三堂子这样的地方 那里又是租借 比较保险 那她会不会在疏疗那种地方 疏疗是比较下等的妓院了 那门口还有很多站街的 下等的妓院 又砸又乱 花点小钱就可以买通那些守门人 但倒不是为一个藏身的好去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那些地方 记得 花间那那儿也得守着 知道了 喂 喂 陆桑天 胡依依小姐 她被她爸爸 关在三楼的卧室里面 被绑在椅子上面 胡依晨下了命令 不准她出门 而且 在卧室门口 每天都有人看守 我看 胡依依的精神好像不太对 人好像发疯了 她说的话 都是胡话 还说一些杀人的话 她看见我 就骂着美女蛇 而且还说她爸爸 是什么杀人魔王 众秘书 还给她吃了药 我知道 是胡依晨 把胡依依逼疯了 她知道她爸爸 干下了那些事情以后 所以才疯了 我为你难过 通过胡依依的话 完全可能 李梦露 就是被胡依晨杀的 疯人的话 往往是最真实的 所以 我一定要找到证据 一定要把胡依晨送上法庭 让我 movement 非常之谈 好 好 好 对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今天晚上也回不来了 南京有紧急公务 我一直在等她呢 想不长了吧 这就对了 一个女人的青春这么短暂 一定要利用好了 利用好了 这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干什么 就是让有权势的男人 有钱的男人高兴 你想想 像胡部长这么有权势的人物 每天日理万机 或者是日日金戈铁马 千辛万苦之余 有位美丽像花朵般的美女陪伴着她 让她开言一笑 让她怜香惜玉 或者让她感到万般温暖 她岂不更加有英雄情怀了吗 众秘书 你为胡部长想得真周到 更周到的 要靠你这样美丽的女人了 你就没有英雄情怀了吗 我 我当然有 我现在是个秘书 我的责任是把部长伺候好了 将来有一天部长高兴了 我就可以高升 是男人 都有英雄情怀 有一天 我也会成为英雄的 我还 我都没有太阳生阅出来了 我都没有太阳生的 我都没有太阳生阅 《小闹长 tempo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本查一部电影 扮演女主演者 李宗盛 精于天然 什么时候将此物收音当中 不识想皇帝言赴 1934年元旦 忽然豪盛豪门国家作动 亲和佳华新年 终于和梦中家人雷梦弄相见 有相见横满之感 知其女之手久久不忍其雷去 真有唐明皇遇到杨贵妃的感觉 此女是我人生的一大目标 虽然为臣 仍要想皇帝之言父 人生才不虚度 旋即听闻江苏省府副主席 赵国璋和李宗盛 赵国璋和李宗盛游染 赵国璋此军逼处 才报到没人归 1934年剩下 今天为人生最爽快和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上午赵国璋因为贪污罪 在苏州被南京宪兵总司令部逮捕 雅来宁 在重犯基民寺看守所书间 文学后大喜 饮酒高估 下午携几位大员到户渡周末 晚上在英国领事馆的派对上 又与雷梦弄 直御手楼风摇 共舞花儿子和布洛斯击取 派对后呈中正号军舰 也有无松口 清风许来 海浪喧嚣 夜色总得天 雷梦弩一门 失业 和雷梦弩共谱人生最高境界 人生乐极 1934年圣诞 够得转世金标一支 价值不菲 作为圣诞礼物 赠予雷梦弩 1937年元旦 新年一时 在雷梦弩的要求下 在上海移民时见面 雷梦弩还是那么惊艳 共普天堂一次 事后对雷梦弩还是留恋不舍 真是天下少有的习物 拥有悟性 他已经原谅他 雷梦弩又提前回一事 我言辞拒绝 为了虔诚 必须拒绝 雷梦弩和赵国章一事 影响太坏 1937年春分 南京开中央全会 讨论顾案之大事 中午雷梦弩来电 两次要求结婚 私女已经威胁到了我的事业 雷梦弩教人无数 怎么可能和我有爱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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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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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新来的呀 是啊 我以前是在四马路的 现在年纪大了 生意少了 就只好到这儿来看看 家里还有老人孩子等着开饭呢 四马路下来的人 都是见过世面的 你应该有点急需吧 四马路干的 那都是女人中的一流 可惜我遇到了个败家子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早先我在四马路的时候 那也是风风光光的 后来遇到了我们家那个死鬼 他看上了我 叫我丛梁 我就跟了他 没想到他是个抽大烟的 没百年的功夫 就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划光了 所以现在我就又出来了 你可真是苦命啊 谁说不是呢 我们这儿要是有了客人 都带到哪儿去啊 你啊可以带到附近便宜的旅馆 也可以领回家去 那带回家的多吗 领回家去的呀都是露水夫妻 完事了之后就离开了 那最近这两天 有没有带回家的 领回家去的人啊不多 你看 那边那个叫小红的 经常喜欢带男人回去 先生 两块大眼儿去呢 前几天啊他刚带了一个男人回去 是吗 那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我男人也到这儿来 我是怕碰着他 这样啊 这三更半夜的谁看得清楚呀 先生 先生 去吗 我有地方 民族旅馆了 是吗 习快大洋 走吧 走 走 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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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了 没事 你怎么不想你 我想赶他走 什么不想你啊 你还养男人呢 什么别三啊 没钱住旅馆住到我这儿 一两天还好 长时间会影响我生意的 你给他做个吧 自己吧 你爸 你急什么 上床上去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男人 白白静静的 一米七八的身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爺 大爺 情绪好吧 大恨大德好人一生平安 大夫大夫 再见 大人 大人 那小子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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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杀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在搜索四马路的旅馆 跟我出来 我怎么有了你这么个混蛋徒弟 现在人死了 何卷红死了你满意了吧 我就知道他跟着你干没有好处 现在他终于被你害死了 你把时间搞到五七八糟 弟兄们现在都不许换你了 我要替弟兄们教训你 你个混蛋 你个混蛋 我今天一定要让你掌教训 你赔我的外省女 赔我的外省女 你是一个人 我们是一大家的人 我告诉你 要是这样像你这样混下去 一天也混不下去 我告诉你 我让你死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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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火 局长 放开火 局长 放开火 局长 放开火 大菲局长 放开火 放开火 局长 报告局长 在下飞落的路堂口里 发现何天佑的尸体 走 他一定要保持 到正弹的路堂口中 versicät 大菲局长 冰难以传牌 公交流 去 局长 他身上一分一毫都没有 所以现场看上去像是谋财害命 而且离何娟宏的死 只相差半个小时不到 绝对不是谋财害命 何天佑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 被人除掉以防后患 在何娟宏发现何天佑的时候 这个杀手就已经盯上了何天佑 何天佑打死了何娟宏 紧接地在这里 被这个杀手杀死 抢走身上的钱和枪 只是为了伪造一个截杀的现场 来迷惑我们 师父 你说得对 你早就说过 当我们再看到何天佑的时候 很有可能只是尸体 这就是他背后的那个人最重要的一步 他要销毁证人和证据 可是对我们破案最关键的那块表 难道杀手连表也拿走了 何天佑不会那么少 把这么大的一个证据放在身上吧 表 他早有安排 可是何天佑替别人干了这么多的事 他身上应该有赏金 没错 可是他也不会把这么多的钱放在身上吧 你说何天佑背后的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杀何天佑 除了灭口之外 会不会还有别的原因 当然 他对我已经两次失守了 他想杀我 但是他没有成功 所以对方觉得何天佑已经没有用了 他的本领就是怎么回事情 他应该到他该去的地方 报告探长 在斯德的内裤兜里发现两张汇款单 你看 他已经把钱汇走 这一张是汇到安徽五虎 这是他妈妈的家 这张呢 吉斯菲尔路六百五十八落 二零一时 这是花剑类的注册 也就是说之前他已经预料到有这么一天 所以他把这些钱都已经汇给他的亲人 和他最爱的人 那么表 表 一定在花剑类的手上 翻转大 请不吝 请不吝